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肩膀很痠 好, 我替你打 舒不舒服? 舒服 娘, 我出去做點事 各位早安 早安 早安 我來找福姑娘 好 什麼事? 我想問 上次你托任石根給我的藥 是什麼藥? 我就是加了村公抹藥膽升地籠 這些全都是舒根會落的草藥 是啊, 不是伯俠用了有什麼不妥吧 難道是加了這些草藥 令伯俠對腳忽然有反應? 真的嗎? 那他豈不是有機會能走回來? 有可能 那就好了 謝謝你一直幫伯俠蒸腳和按腳 很感謝你 不用客氣 所以我想有個請求 你想我幫伯俠再蒸腳? 不要了 我想他現在一定不想見到我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想問你還有沒有古方 可以借給我參考嗎? 是啊 我還找到一條 我們福家祖傳的穴位推拿手法 可能對伯俠有幫助 不過我現在不方便跟他按 你教會我 等我回去幫他按就行了 好, 我們當這兩隻蓮藕是我們的大腿和小腿 開始的時候要用輕手法 令患者放鬆肌肉 再慢慢調節患者的受力程度 現在幫你按這個叫大椎穴 是有座輸根活絡的 這樣跟我的腳有什麼關係? 脊椎是人體神經系統的重要部位 是關乎於四肢的活動能力 所以我們… 小姐…老爺來了 但是他不小心在前院跌倒 什麼? 怎麼樣? 怎麼樣?爹的腳沒事吧? 小小紅腫而已, 沒什麼大礙 爹, 你也是的 為什麼這麼不小心? 剛才我走得太快, 滑滑腳, 沒事的 你什麼事?這麼心急 今天淮山的姑姑來我們藥堂買藥 我聽她說你對腳有感覺 爹太開心 一上舖就趕快回來見你 如果真的好得翻就好了 謝天謝地, 和你娘也有個交代 爹, 你先顧著自己的腳吧 沒事的… 老虎, 不如我和你進書房 搓點藥酒, 好嗎? 好… 慢慢走 好, 你休息一下 小心點 好, 放下腳, 慢慢走 好 老虎, 搓了鐵打酒之後 過兩天你就會好嗎? 對了, 淮山 現在白俠對腳又有起色 照你估計她什麼時候走得回 這層很難說 不過只要治療方法是正確的話 現在白俠對腳又有感覺 我相信有一天一定會走得回 這樣就最好了 你外父我這幾年都耿耿於懷 我擔心你會怪責我 當年逼你迎娶百合 別這麼說, 和父 當年我爹被權貴冤枉去癒死人 都是全靠和父你們四出奔走 又出錢出力 否則我爹早就屈死在獄中 和父對我們道家恩重如山 我照顧百合是很應該的 說就這麼說 但這幾年你為了照顧百合 都犧牲了很多可以按出發展的機會 如果百合對腳真的能走得回 你可以照顧自己的話 你就不用一輩子在家裡了 現在說這些未免然之過了 好, 先喝茶 好… 來吧 灑灑西風滿原災 避寒香冷結難來 衝天香陣透長安 滿城盡帶黃金甲 我麻煩你了, 以後約見面 不要約在這麼陰心恐怖的地方 廢話少說, 判花面策呢? 銀條呢? 等等 你之前不是說過 朝廷派人潛伏進來我們組織的奸細 有幾十人這麼多 為什麼這裡這麼少? 這份名單是我唯一賺錢 兼保命的本錢 我會蠢得一次過賣光給你們嗎? 另外那一半我幫你保管 待會兒等我守緊 我就賣光給你了 希望你有命等 大家敢說吧 七叔, 你就不放我自然走 這個老奸具畫的老狐狸 要逼得他太厲害了 不知道他會做什麼出來 現在最重要的是他那半份花明塵 太醫院關於針灸穴位的醫書 只有這麼少? 原先前朝太醫也有在宮中施行針灸醫治 不過到了大清, 先皇就覺得身為皇族 坦胸露鼻實在有失體通 因此禁止在宮中施行針灸 所以關於針灸的典值只剩下這麼多 不過這幾本都是跟腳步經樂穴位有關的 那裡有說到用拍打的方法 可以治治腳痰的 杜兄, 你這麼盡心盡力治素夫人 相信就算治不好 她也一定是非常無憾 我身為醫師這麼多年來 都治不好把腳露出 現在難得她有反應 我當然盡快用方法 可以治好她, 令她康復 杜月醫 宣家格格, 宣蘭小姐 宣家格, 宣蘭小姐 勉禮, 杜月醫 宣蘭也想跟你學醫 而且我們還得到老佛爺批准 還支援了院士大人 由今天起 我和宣蘭就會跟你學習醫術了 即是卑姐不能反對了 是呀, 請杜月醫多多指甲 杜月醫, 我們今天有什麼醫望要學愛 要不要跟你出去應診 你們今天首先要做的就是 整理一下這裡所有的醫書 還有順便也要找一下 有沒有一些 醫治腳痰的奇方妙法 這裡這麼多書 怎麼知道哪本有醫治腳痰病 所以就要內心一一翻閱 任兄, 我把這兩位學生交給你 卑姐有時才行告退 是 任石根, 我們為什麼要 醫治腳痰的方法 其實杜興是為了 醫治他那位夫人 杜夫人真幸運 你這麼說話的, 優蘭 我還沒說完 我的意思是杜夫人雖然患了腳痰病 但是可以嫁給一位 像杜月醫如此醫術高明 又情深意重的丈夫 真的很幸運 幸運得出面了 有 你是不是不開心? 不是 整晚都不說話, 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 淮先生 你是不是很想我雙腳可以走回來? 當然是 我明白的 如果我走回來 你就可以一個人走了 遊山玩水, 然後放下我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我寧願這輩子都不會復活 你是不是傻瓜? 如果你的腳好得回來 我可以去遊山玩水 我當然帶你去 我怎麼會把你丟下一個人 真的?你會帶我一起去? 當然了, 你再這樣胡思亂想 我不會理你 走開一點, 行不行? 小姐, 你沒事吧? 小姐, 你不要再試了 萬一你有什麼損傷 不然姑爺知道你說謊 是我給了她希望的 我不可以令她失望 你這樣勉強自己也不是辦法 為甚麼你的天佑這樣對我? 我成輩人沒什麼夢 我只是希望環山開心 這樣也不行 為甚麼你的天佑這樣對我? 小姐, 你不要這樣 不行, 我不能讓她知道我騙她 蓮子, 你千萬不要扭出我的腳 知道嗎? 我的紙包圍著火 騙我多久就是多久 只要她抱著希望 就會想辦法援我 她就會對我不利霸氣 永遠都不會離開我 要愛家設現款待那些外國公事? 回老佛爺, 雖然我們跟英、美、法德、諸國 已經簽訂和約 但是彼此關係仍然有待改善 所以神認為若然老佛爺於宮中切厭 我現在實在不想再見到那些紅鬚綠眼 若然老佛爺不想見諸國公事 但是可以只邀請一群公事夫人 大家聯誼一下 其實在西方也相當流行此等夫人外交 要哀家親自款待那些外國婦女? 未免是有失哀家看見 神明白老佛爺不虧應酬 只是如今西方列強對大清正是虎視眈眈 若然大清要與列強頂竹而立 就必須放眼世界 加上現時亂黨於國內到處生事 若然不及早拉攏西方諸國 站在我們這一邊 只怕他們會轉移支持亂黨 亂黨一旦坐大到時就難以力玩狂難 老佛爺身分尊貴 若然能夠由老佛爺親自出面 相信一群公事夫人定必高興不宜 這個確實是改善大清和西方各國關係的 大好時機 純親王你也是言之有利 只不過哀家不懂外語 試問又如何跟那幫楊婦人聯誼呢 老佛爺大可放心 其實神心目中早已有合適人選 絕對不會讓老佛爺失目 甚麼?要我幫太后統籌這個公事夫人宴會? 知道但是, 責任重大 我不知道我能否應付得來 放心, 我推薦你給太后 當然對你信心十足 是呀, 放心 王爺說得對, 你一定應付得來的 是呀, 大統籌宴會 有很多細節的事要準備 例如請柬, 食物… 你的事我只會找人處理 至於宴會的形式方面 我打算開個西式茶會 不過高點就要得良你動腦筋了 難怪今天你專程要我拿好西式蛋糕 來給你試吃吧 寧姑娘, 你連西式高點都會做 真是厲害的 葛根你流口水感 不必俱禮了, 一起試吃吧 謝王爺 葛根, 你快點幫我試試好不好 一看就知道好吃, 還很甜 你還沒吃 馬上吃 George, 你也幫我試試好不好? 你不覺得甜 十足十得, 令你的笑容那麼甜 你的嘴巴更甜嗎? 我想太后一定很喜歡你做的高點 對了, 到時候我應該穿什麼衣服 太后也封了你當女官 當然是穿官服 寧姑娘, 你這次真的剛重要了 只可惜我爹娘他們不在京城 遲下讓我公母沒那麼繁忙 我一於陪你回去老家 拜訪世伯和伯母 你說過的話就要算數了 我何時有說過你 況且這次拜訪 隨時關乎到我的終身幸福 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好, 天啊 好, 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老佛爺, 今天這個賞花茶會 看來幾位公使夫人都相當滿意 都是全靠德寧, 安排妥當 她的花紋還好像很流利 純親王, 果然有眼光 老佛爺, 請恕臣妾, 口直心快 說得好聽, 德寧就是長袖善武 百年玲瓏 說得不好聽的就是崇洋媚愛 Your Highness, Thank you for your hospitality Your botany looks beautiful 英國公使夫人, 她說多謝老佛爺 你的熱情本代 她還稱讚牡丹花, 開得很漂亮很燦爛 你跟他們說, 叫他們不用客氣 You're welcome Where is the king? Why does the king not join our party? 美國公使夫人, 她問 為甚麼今天的茶會 不見皇上 皇上要靜心養病 不便見客 The king is sick and is taking a rest My husband told me that the king is like a bird in a cage He has no freedom and is like a prisoner Is that true? 美國公使夫人, 她說 她聽美國公使說 皇上就好像龍中的鳥一樣 失去了自由 她問究竟是不是真的 豈有此理 狗口掌不出醬 Why did the highness say the word dog? Is your highness angry or what? Of course not Her highness is just worried about the king But the king is sick He stills work hard like a dog Her highness hopes the king may take a rest So her highness make the king to stay in the palace You really are a great mother They are a great mother You are a great mother Let's go and look at the flowers 德玲, 到底你剛才跟公使夫人說了什麼 為什麼他們又笑了? 由於英國公使夫人她聽得明白九字 所以德玲就自作主張跟他們說 老佛爺是擔心皇上他抱病在身 但仍然好像一隻狗一樣勤於正事 所以老佛爺才會安排皇上留在刑堂休養 所以他們就稱讚老佛爺是個孔母親 德玲, 你果然有急才 老佛爺果然有用人之能 德玲不僅精於翻文 而且聰明過人 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讀巨慧眼的是純親皇就真 既然純親皇親自引戰德玲 捉見二人關係並不簡單 那他們二人都是放陽回國 智趣相投, 亦不足為奇 其實純親皇年紀也不輕 也是時候成家立室了 姐姐, 你怎麼可以亂點鴛鴦呢? 雖說德玲是才學過癮 但他必定是放過陽 難免會沾染到洋人不良的風氣 所謂取妻求淑婦 做得福盡的當然要品格順良 老佛爺, 你說對不對? 那這層當然了 其實在我們眼前 正正就是一位 賢良淑德的合適人選 玉貴妃娘娘, 你果然挑通眼 這樣也看得出 又蘭一直心意純親皇 你胡說什麼? 我哪有胡說 老佛爺, 你有所不知 又蘭之前聽到純親皇說 吃花瓣會身體散發香氣 又蘭竟然偷偷去吃花瓣 傻丫頭, 哪有這麼多香香公主 難怪又蘭 你每次見到純親皇 都好像緬甸不安一樣 原來是因為見到心上癮 榮綠大人一向對老佛爺忠心耿耿 老佛爺一於成人之美 賜婚給他們兩家 好讓純親皇和又蘭 梯結兩緣 好, 愛家一於充當月老 為純親皇和又蘭你賜婚 又蘭, 你還不快點和老佛爺借恩? 借老佛爺 什麼?太后為又蘭你和純親皇她賜婚? 想不到吧? 當時又蘭她更開心得不懂反應 人家怎麼這麼誇張 所以我們今天來是想問你意見 你說又蘭和純親皇的婚禮 較中式好還是西式好? 聽說在西式婚禮裡 新郎只要穿你一身白色的戒衣 這樣好像不太刺激 當然不會, 白色在西方很純潔 還有, 我聽說西式婚禮裡 新郎和新娘最要找他們好朋友 做伴侯伴娘 又蘭說想找你做她的伴娘 德玲, 你的婚禮說得這麼好 到時候請了個個公司 都會多一個人翻譯 這個人選, 必理莫屬 德玲, 你不會拖手搶的吧? 豈有此理 本王的婚事 豈容你們幾個女人說了就算 老佛爺為本王和又蘭次婚 肯定是你從中作梗 那你打算怎麼回答我這位媚人呢? 你這樣做只是想一泊兩散 散?我沒想過要跟你散 我只是想拆散你和那位假洋鬼子 德玲小姐而已 我之前已經有言在先 他朝你如果想要娶妻的話 必須由哀家作主 你簡直是選人不利己 利己?我自踏入宮中開始 就任人擺佈, 心不由己 所以我也很想他朝有一天 可以自由自在地擺佈一下其他人 你也不應該害了德玲 是因為我太愛你 我不可以忍受你們的傷害 而終於拋尊老後 即使我娶了德玲 我也不會拋棄你的 我絕對不是一個寡情薄幸的人 我更加會一心一意地對你 你相信我吧 你那些甜言物語 就留給你那位德玲小姐解釋吧 不過以她那種假洋鬼子的德性 不知道你這次又能不能擺平吧 我不會彈琴 但這首歌跟你之前彈的很不同 你來了很久了 這首歌很傷感, 你是不是不開心 郭君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告訴我 太后, 她是不是幫皇爺和佑蘭小姐的次婚 是吧 玲姑娘, 你聽我說 再封這個人 不值得你為她流半滴眼淚 其實她... 德玲 德玲 德玲, 你先聽我解釋吧 都記成事實, 還有什麼好解釋 德玲, 你相信我吧 次婚是太后的意思 事前我真是存不知情的, 況且... 況且我根本從來都沒有喜歡過佑蘭 那為什麼你不拒絕她呢 德玲, 你要明白 多年以來 太后的話就等同意旨 你看看當今皇上現在是什麼處境 那你就任由太后 叫你隨誰就誰了 現在已經踏入二十世紀了 怎麼還可以被這麼腐敗的思想束縛著呢 但是那個畢竟是當今太后 我總不能對她的話知若望聞, 是不是 德玲,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一定會想辦法 找個合適的時機 說服太后改變主意 真的? 我什麼時候騙過你 德玲, 暫時委屈你一會兒 讓我去處理好這件事, 好不好? 我看了這麼多書 推拿了法都是講求力度和手法 因為每個人承受的力度能力都不同 怎麼會這樣做呢? 我說過話很悶嗎? 不是, 沒關係 是我最近發燒而已 那別看了, 早點回去休息吧 不用… 我們繼續說回推拿的手法和力度 雖然我明白各種原因 但始終男女的有別 當然了, 男人推拿的力量一定比女人大 因為我們皮脂和肌肉厚度不同 一定有差別的 那就是一直以來你幫我按摩 都不能顯示正確的推拿力度 可以這麼說, 可以怎樣? 你怎麼樣? 那個力度可不可以? 可以嘗嘗, 大力一點 可以嗎? 是不是這樣? 你要用陰力, 別用死力去按摩 怎麼才是陰力? 陰力是要從手臂傳到手腕 手臂不要搖晃 這樣可不可以? 去死吧… 幫你截了兩眼, 早幫忙 去 你可以嘗嘗, 再大力一點 其實你做得很好 力度掌握得很好, 欺負得好處 八俠回去應該會很舒服, 覺得 遲下會補回謝師燕 不用客氣 要的是要的 都說不用客氣了 早安, 各位 早安, 秋皮姐 怎麼這麼挫抖? 沒有, 我打算去淮山家 就經過這裡了 順便進來, 買枝鐵打酒 就來也做了親戚 送給你又怎麼說呢? 你說什麼?明珠姐 我眼又蒙耳又濃 都知道你不知道知道什麼 最近杜大夫幾乎每天都來找我們小姐 接著就進後居移椅 他們怎麼移椅? 不是我幫你推一下背脊 我就幫你摸一下頸 你別聽他們誇大 其實杜大夫有心跟小姐學餘位推拿 她是想希望快點治好她夫人對腳 不管怎麼樣 我們靈兒這麼努力教你的侄 很明顯就是愛屋及烏 你性格怎麼樣? 其實現在淮山慢慢幫我推拿按摩 雖然進展慢一點 但也有一點感覺 淮山也算是這樣的 這麼多年來都盡心盡力治好你的腳 從來都沒有放棄過 是呀,姑爺對小姐真的有情有義 誰知道淮山,伏姑娘也有情有義 伏姑娘? 就是呀,伏姑娘為了幫淮山 早日治好你的腳 她也不管人的行言行語 親身救淮山,月位推拿 她對淮山也算不可以了 姑奶奶即是說 淮山每晚幫我做的月位按摩 是全人館的伏姑娘親身教她的? 可不是,這個世界真的很難說 繞繞繞繞這麼多年之後 她們又回到一起了 你餵了份的事,真是不到你不服 好 白俠,你這麼舒服 那我真的要謝謝各位伏姑娘自贈 白俠,你懂得這麼想就好了 現在眼前的事就是最重要的 你快點治好你的腳 你適行適走 淮山就可以放下這個心頭大石 入御醫 不好意思 請問杜御醫在裡面嗎? 杜兄,她在看書而已 謝謝 慢慢來 好,好 尋常 上次你說的藥,我煮好了 這麼快?能不能夠火候? 金晶火眼? nothing 熬了十二的時辰,你說能夠嗎? 要不要? 要,辛苦你了 不只是一晚通宵而已,沒有傷肝 阿倫,不夠你辛苦 希望這藥對百合有用 再見 再見 白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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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樣? 我疼痛,我的手很痛 不要 蓮子 蓮子 什麼事?姑爺 我叫你好好照顧小姐,你去了哪裡 不關蓮子的事,是我叫她出去買東西 我剛才出去的時候 小姐還坐在鱗椅上 還是我不好,剛才不小心 撞掉架子,你不要怪蓮子 你讓我檢查一雙腳 白鴻 你兩隻腳的小腿腳勁骨都斷了 那怎麼辦? 既然骨斷了,你伯姑娘去骨衣 不如找伯姑娘過來看看 白鴻 白鴻雖然斷了勁骨 但幸好骨頭沒有碎 我床休息一段日子應該會好得回來 不用這麼擔心 白鴻說她的雙腳沒有感覺 始終雙腳斷斷了 可能影響到經絡,沒有感覺不出奇 但是好不好了 之前還心急想走得回來 現在可能這輩子都走不回來 放心吧,白鴻,你會康復的 我難得現在雙腳有翻滋過 現在竟然斷了 我真的不想回到以前了 白鴻,我真的很害怕 你不要不要我,我不可以沒有你 我怎麼會不要你 我答應你在你身邊照顧你 我不會離開你的,你放心吧 對了,白鴻,不用這麼擔心 我回到全人館,多拿點藥送過來 霍姑娘,外面這麼黑 白鴻,你不要一個人出去吧 懷先生,你不如陪伏伏姑娘 去傳館拿藥吧 是我之前誤會了你們 我知道懷先生對我是一心一意的 霍姑娘,你不要介懷了 怎麼會呢?白鴻,你明白就最好了 好,我出去出會 我再逃了 繼續 煞 我會被打不來 我會被死 我會被死 我會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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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來這裡等我, 我進去拿藥給你 藥夠你用兩天了, 其他那些我找人送過去 不用麻煩, 我用完的話叫人來拿 不要了, 認得自我生姿 其實現在白俠最需要你留在他身邊 白俠的確沒你那麼堅強 但是我猜白俠也未必是你想得那麼遠 我意思是, 這麼多年來他都能面對 全因為你在他身邊支持他 所以有多大的困難, 他都一定能過得到 店裡還有很多工夫要做 你也快回去吧, 白俠在等你, 再見 詞曲 回家 小子,回來了 令兒… 我來坐坐吧 坐坐吧 為何不請杜大夫進來坐? 對了,剛才她的丫鬟來找你 然後杜大夫來取藥 究竟她家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是不是她夫人有什麼意外? 就算有什麼事也與你們無關 為什麼與我們無關? 對了,她算了算盤 杜家也算了我們半個親戚 姑姑,你別亂說好不好? 沒有,我跟杜家什麼關係都沒有 什麼叫沒有? 當年你差點搭一半隻腳進去杜家 媽媽,我說完最後這次 杜大夫是有家室的人 萬一你們說的話傳去杜家 搞得人家變怎麼辦? 我不想拆散人家的大好家庭 怎麼會拆散人家的家庭? 現在二女共事一夫,很平常,姑姑 杜大夫,總而言之 我福令絕對不會嫁入杜家做妾事 當年不會,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 別再說了 來,小姐 菁姐 小姐,你把淮山和福令混合在一起 兩樣東西都白白了 你是不是想練眼力? 就是我眼力不好,當年才不會看錯人 跟人去廣州 你眼力很好,是心情不好 別提了 我真不明白 你和杜大夫早兩天還好好的 你發生了什麼事? 小姐 沒多久之前,杜夫人雙腳有了知覺 杜仲很緊張 她想方設法 希望找到方法令杜夫人加快康復 所以她就找你幫忙了 剛才她這麼急叫丫鬟來找我 是因為杜夫人跌倒,斷了雙腳 這麼嚴重? 不過最奇怪的是 杜仲她跟我說 她夫人是在輪椅上想起床 但是想發力,發不了力 結果跌倒到地上 還拉緊旁邊的曬架 跌倒了雙腳 但是我幫她檢查傷勢的時候 我發現她雙腳不像是意外跌斷的 反而像是被人強行打斷的 你懷疑杜大夫打斷她夫人的雙腳嗎? 當然不是 杜仲這麼緊張,她怎麼會這樣做? 我是懷疑杜夫人自己強行打斷的 她夫人怎麼會這樣? 很明顯是她不想好起來 她想一輩子都走不了 讓杜仲不可以離開她 她這樣做就為了要留住杜仲在身邊嗎? 其實她根本就不用這樣做 杜仲也不會離棄她 那你有沒有跟杜大夫說呢? 一來,這件事只是我自己猜測 二來,我不想令杜仲更加難過 杜夫人會這樣做 當然是很愛杜仲,不想失去她 所以你不忍心揭發她了 其實杜夫人現在走到這一步 我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跟杜仲保持距離 如果有一天她更加想不開 用更殘忍的方法傷害自己的話 我真的一輩子都不忘錄 自退這靈魂的痛 願跟你誰去再做個溫柔的夢 落泊中沉默相擁 尚有眼淚來多久 縮離別了 仍留下記憶都滿足 仍然一生滿足 仍然一生滿足 無語中沉默相擁